蓝锡尘微笑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古人云 须知金骨事 齐平胜负 翻覆如斯 一盘失利 重新来过便是 不必气馁 金子瑶 二哥教训的事 我们再来一盘 于是两人兴致勃勃 开始了下一局 两久之后 有侍女进来 说饭菜已备好 请公子用饭 金子瑶道 二哥果然奇异高超 小弟佩服 蓝锡尘微笑道 阿瑶也不错啊 刚才这局 我差点就输了 聂明爵也已经回来 此刻便道 你俩别互相吹嘘了 依我看都不差 都比我高明 蓝锡尘和金子瑶 互相看看 一起笑了起来 金子瑶道 走 走 吃饭去 蓝锡尘道 不错 先吃饭 阿瑶 晚上我们再下一局 金子瑶笑道 二哥有兴致 我自然是要相陪的 蓝锡尘微笑道 好 好 那我们便顶竹叶谈 抵足而眠 也是一段佳话 齐山温氏 自温潮陨落 温氏后继无人 战局又连番失利 士气低迷 温若寒觉得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得振奋一下士气 温旭温潮先后陨落 温氏公子便只剩下了前些年温若寒人的一子温怨了 这几年 温怨也长成了一个沉稳的小少年 处事条理分明 端庄稳重 让温若寒很是欣慰 温氏少宗主之位 本来温若寒是想让温旭温潮和温怨三人竞争上岗的 如今温旭温潮陨落 就剩下个温怨 也没有了什么争议 便在齐山温氏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确立了温怨少宗主的地位 也借此提升一下士气 来的人除了温氏本族 温氏附属家族 便是龟庄了 蓝玉未宣和温怨乃是结义兄弟 这次便有两人带队 天机道人随行 又带来了大批福转法器 作为贺礼 来之前 龟庄便开会商议过 既然温怨如今是温氏少宗主 那么 温氏也可以算半个自己人了 关键是 如何搞定温若寒 杀了自然是不行的 那温怨妃和龟庄反目成仇不可 正当众人苦思冥想时 一直不言不语的蓝忘机 忽然开口道 温若寒好五成吃 魏无羡一下 反应过来 是啊 是啊 温若寒一直想破单程英来着 可惜可惜 魏无羡假模假样地摇头叹息 一脸假假的惋惜表情 看得蓝忘机忍不住嘴角一弯 天机道人脸虚道 齐山温氏的仙道传承自天玄道宗 数千年前 他是天玄道宗的一个附属家族 温若寒无法突破原因 乃是传承的功法不全 若是我们让他得到缺失功法中的一部分 我再让他感应到一丝突破的气息 蓝玉未宣眼睛一亮 齐齐道 他必然会抓住这一丝突破的气息闭关 以求破单程英 师祖真是高明 于是 三天前 温若寒很偶然地 真的是很偶然地得到了一本残本 里面记载的居然是他温氏心法缺失的一些功法 温若寒大喜 虽说得到的过程稀奇了一点 但这世上哪一宗奇缘的获得不齐呢 要不怎么说今天奇缘呢 当天晚上 温若寒感受到了一丝突破的气息 温若寒卡在金丹大圆满很多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突破的气息 虽说气息弱了一点 若有似无 但好歹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啊 若是这次不抓住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种灵感 他几乎没怎么犹豫 便决定干脆将确立少宗主仪式变成宗主继任仪式 将齐山温氏的一堆事交给温苑 自己闭关修炼去了 只要突破原因 对战局自然是一锤定音 天机到人 呵呵 突破原因哪里那么简单 你以为人人都是我徒弟为无限狼忘机那样的天才啊 你温若寒怎么地也要闭关赶悟个几十年了 搞不好弄个几百年都有可能 等你出来 黄花菜都凉了 蓝玉未宣 接下来自然是帮着一兄温苑把齐山温氏好好整顿整顿 搞成铁板一块 尤其是那个内奸孟瑶得赶紧弄死 危害太大了 同一时刻 金子瑶得到了温若寒闭关的消息 几乎立刻 他便感觉到了绝大的危机 又一件事脱离了前世的轨迹 金子瑶几乎本能地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说这件事和龟庄没有关系 他无论如何都是不信的 而龟庄的目的 无疑是为了推温苑上台 金子瑶和温苑的关系可不好 温苑不是温潮那蠢货 容易蒙骗忽悠 本来那次突袭 是安排的温苑领队 在金子瑶的设计中 中埋伏的自然是温苑 死的自然也是温苑 可恨温潮那蠢货 为了抢功劳 居然把这送死的任务硬生生 抢到了手 让金子瑶猝不及防 温苑与龟庄的两位少庄主 乃是八败之交 关系极好 齐山温氏一定会倒向龟庄 而龟庄也一定会全力支持温苑 那么自己呢 温苑可不像温若涵那么信任自己 相反 温苑曾经多次表示出来 对自己的怀疑不满 如今 自己一定会被排挤到边缘 不能参加重要决策不说 甚至很可能被干掉 金子瑶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不能任由事情发展下去 不然自己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金子瑶漠然之间 生起一个极其恶毒的念头 既然之前已经行走了极端 再无悔投入 那么 何不把事情彻底作绝 或者可以乱中取胜 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些天 金子瑶总是觉得 有什么人在窥视自己 可是却又找不到痕迹 连他身边的亲信 都觉得他颇有些疑神疑鬼 可是 金子瑶却有强烈的感觉 自己被监视了 只是对方手段高明 自己无法发现而已 金子瑶叫进张大狗 滴滴道 大狗 你赴耳过来 张大狗这几天 对金子瑶的一惊一诈 已经习以为常了 弯腰俯下头去 金子瑶一手眼唇 在他耳边滴滴道 诸神剑 夜成别怨 张大狗点头 一手眼嘴 一滴滴道 是 属下知道了 这声音滴道 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 龟庄 书房 杨小潮一块流影石 打入一丝灵气 空中立刻出现了画面 一间极为惊讶的屋子 一副棋盘 两人对坐下棋 屋子角落里 镶岸上 一个精致的白玉小香炉 炉中清烟鸟鸟 观看一会后 魏轩吐槽道 想不到咱们这个大伯 嘴还挺碎 怎么啥都说啊 不是说姑苏兰是家规 不可背后与人是非的吗 蓝玉嘴一撇道 关键是 你见过这么能说会道的 蓝家大伯吗 魏轩回忆了一下 和蓝西晨见面的不多的几次场景 终于摇头道 没有 貌似着蓝家大伯和他亲弟弟 自家的父亲蓝忘机在一起时 也没有这么多话啊 二小互相望望 齐齐像的老人似的长叹一声 看来蓝西晨对金子瑶果然是相交满天下 知己为一人啊